大家好,我是Toto 大家好 現在我在前往便利商店的路上 是因為最近在直播的時候 有個觀眾他說 他想要寄一些東西讓我試試看 所以今天我們就去開箱看看說 觀眾到底寄了什麼東西給我吧 我想領包裹 謝謝你 這樣就可以了 好,謝謝 大家好,我是Toto 我們現在回到土豆工作室了 這種工作室應該跟往常看起來變得很不一樣了吧 沒錯 我滿搬家的 這個工作室它的環境位置是在一個森林的旁邊 能在疲勞的時候打開窗戶看看這片綠漾染的地方 就是舒服啊 甚至還有一層可以讓我放景品的地方 你不經意的回頭看了一下 你就是爽了 好啦,那我們來開箱一下啦 至於它這個螺絲粉它有給我兩包啊 那這一包我覺得我們就留著 下次直播的時候來吃吧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下它的原味螺絲粉 還有小龍蝦味的螺絲粉啊 那我們就移動到廚房吧 但這個螺絲粉我倒是第一次料理耶 它好像是建議說 米粉先用水煮沸十分鐘 喔喔 這讓我有點期待說 這麼繁重一世感的東西 到底好不好吃啊 嗯 吃起來是完全沒有味道的東西啊 我們這把他剩下的這些調味包全部丟下去了 來吧 催淚 酸醋包 是白樹耶 酸筍包 這個夠酸耶 還有今天的重點 螺絲湯料包 來吧 孩子 這個不太適合直接吃啊 小菜包 還有辣油包 還有辅足花生包 你們只適合做成湯料一起拌一拌呢 好香喔 各位 我們開動吧 好香喔 好香喔 這個 口味好重 好 Rubin OMG 這個是 給你們看一下 米粉 它這個米粉吸附了滿滿的湯 還有它的辣油 整個是非常的夠味 非常夠勁 很可以耶 好棒喔 至於它裡面還有附一些這種 醬菜啊還有腐皮 我是覺得說這種東西 很有誠意耶 而且它的腐皮煮起來就是 跟我們傳統滷味吃到豆皮 一模一樣啊 這個很棒 再吃吃看 酸菜 非常的夠味啊各位 非常的夠味 這個白醋 它真的是會讓你覺得油非常嗆 這個醬 非常的夠 非常的深 這個湯 它非常有誠意耶 它這個有點像是台灣的麻辣鍋 充滿了藥扇味 可是它卻又有了 中國當地的調味風格 它這個有點像是台灣的麻辣鍋 而且感覺好 欸 太神了啦 那我們再去料理 小龍蝦口味螺絲粉吧 oh my god 各位 你們看一下 滿滿的辣油耶 夭壽喔 天啊 這位寄東西給我的觀眾 他一定非常瞭解我的口味啊 什麼東西都是有重口味 那我們開動吧 嗯? 怎麼感覺小龍蝦為了螺絲粉喝起來 沒有像剛剛螺絲粉這麼驚豔啊 不過不要緊 我們再吃吃看 米粉的表現 會是如何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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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個有醬 哦 是還滿好吃的啦 可是口味就相較於 它原本的那個螺絲粉還要清淡許多 它少了一些衝擊的感覺 完全都沒有什麼味覺上的刺激了 他來吃吃看 虎皮 它這個小龍蝦口味的整體來說 它給的配菜還有它 整體米粉的份量 它給是很有誠意的 而且假如你是對那種重口味可能接受度 或者說接受範圍沒有那麼高的話 說不定你可以先試試看這個小龍蝦口味 因為這個米粉煮起來 反而我感覺到它算是十分的清爽 那我們配一口配料還有米粉 好爽 這種東西偶爾吃一次 它會是一種享受 而且這鍋辣度我覺得更是一絕 起碼辣油調味料只有舌尖上 它帶給我十足的衝擊 好爽 好爽 哇 這個時候需要一點冰茶來 讓嘴巴裡的那種 辣度上去 好爽 好爽 吃完了啊 這個糖我覺得我等一下想要留著 我晚點再買個白飯回來 做點調味 當下一餐繼續吃 螺絲粉它雖然在料理的功夫上是非常麻煩 它這個產品它很明顯的 跟 素食麵還有方便麵這兩者 它做出了很大的區別 我彷彿感覺到 我正在吃外面餐館現做的酸辣粉 幾乎 感覺一模一樣 等等 還說其實人家餐館用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之前我是有看到有一個人叫做PH 有特地為了螺絲粉 做了幾集的特輯 我還蠻喜歡PH的各位 有特地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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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氏 會賺到 有特地補充 有特地為性 有特地為了 有特地為了